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债券和通胀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因为你跟我说不行 未来可能要避开债券 我就想你多说一点 如果利率周期 由低息或者零利率 进入一个加息周期 当然对债券市场来说 就是等于大气候 就是天气不对 等于你冰天雪地 你没可能穿泳衣出来 你现在穿肥草 你叫预勇吧 其实就告诉大家 如果是一个加息周期 那债券本身 它就会因为利息上升 而令到债价下跌 那你说不是 我也不怕的 那债券我买稳稳稳稳稳稳稳 短期的两三年 信贷风险就很低的 到期我一定会收很大机会 收回100个本金 再加利息 那我当存款而已 OK 你可以做这件事 不过呢 在那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如果你的债券年龄比较长 就是说不是两年到期 买了一只五年七年的话 那如果你遇到那个加息周期 一路上的话 那就是说在到期之前 那五年或者六年 你要捱着什么呢 就是你每天看着价 价格都是跌的 就像买股票那样 直到期才能拿回100元 那中间你损失了呢 就是你那笔钱 如果你是灵活一点 运用呢 可能你会买一只 可能那个Q幅更高的债券 短年期一些 是的 短年期一些 或者你买了一只 就说可能去买股票 或者买其他的商品 那你的回报 都可能会被你买债券 是为之高 那这件事大家要留意 还有债券来说 其实在2022年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一些 利率周期买债券 整体的大方向不对之外 也有一些债券 好像香港投资者 今年比较惨痛一点 就是买中了一些高息的内房债 那些其实根本上 它已经不关于利率周期 是一个违约风险 是由你的本金 不是说什么时候收得回 是没得收的 还有你就算是 它进入债务重组 你整个年期 本来就是短期债券 可能你今年会到期 明年年初会到期 可能就是要捱到 可能五年后七年后 当它整个债务重组 完了资产的计算数 给回钱 你才收得回 可能某个百分比 你的本金 那这个都是投资者要行的 那么长时间 那其实你那个 损耗值 或者资金的机会成本 其实是损失了些什么呢 其实很容易中的 因为中国的离岸债 占了离岸市场很大部分 而原来最新 譬如我看到彭博的data 12月中国的离岸债 但是违约的金额 大概接近40亿美金 其实是历史新高 而且今年全年的违约 内房占了一半 但是整体都超过130亿美金的违约 所以这个情绪上面的牵动 其实有机会已经脱离了 通不通胀对于债券的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单纯 从通胀的思维去看 譬如Alan 有些测试其实都看到 譬如企业债或者环球债券 其实它今年来就有点吻合 就是可能通胀向上 你会看到 譬如企业债这个可投资级别 相关的 它是会弱点 但是去年一直是两者一起走 其实关系是否真的那么强呢 我想在开始的时候 因为市场预期的通胀率会升 所以当有一些企业要发债的时候 它给出来发债的QPON 就是说那个票据的息率 一定是比以前高的 那就是它加了一些利息给你 就是给你借钱比贵的利息 那开始一定有投资者喜欢 因为它会见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说 现时这些商业票据 Corpion 跟一般的债券比 高了一点 是不是 它已经有点了 第二 那个市场领域 那个市场领域又没有升 只不过通胀率上来 那它觉得没什么 就是好像市场领域 如果我出去做存款就只有半厘 如果我买了一个债券 有两厘半 那当然买了 那两厘半又比现在市面上 一般同年期的 它又高了半厘 或者高了一点 这就证明它是OK的 是哦 是哦 用这个思维去做的 但是当那个利率 那个通胀率一直升 甚至乎市场开始 又有一些违约 即使不是它 不关它这个Sector 可能它很健全的 它是一些大的企业 或者它是不会牵涉到房地产 又不是有违约风险很高 不过因为你整体的那个金融市场 是一环球一环是血脈相连的 不是你发生的 不过人家的心理上会影响 我还是要小心一点 那好 那如果这样 买这条债的投资者会少了 它也可能要求 不是哦 我其实危险哦 我要高一点 我才肯和你买的 要多一些利息 那它又要加 那你慢慢的债券 我试一加 其实债券的反应 它的价格又是跌的 那直到去到最后 那之后呢 开始就说 如果整个市场都觉得 哇 未来还会加很多的时候 那就不会有新的投资者买了 那你拿着这些 就可能呢 就一直那个价格 就慢慢会跌跌跌 那可能中间也都有一些人 他如果是做了杠杆效应 那他holding power 弱 他就会迫于去抛售 而这件事 我也是想刚刚讲到这些 就提醒一些投资者 有些人买债券 我政府债券很低息 我不买 我买一些corporate bond 高腰的 即使加息 我都高过他 对的 即使高息 因为你已经拿得很高息 比一般的低 那好像有一个cushion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一大片利息都是升的时候 无论你的cushion有多厚 其实都会慢慢变薄了 还有 都会受到这些大气候的波及 那债价也是有压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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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